暴雨下不停 那外島也傳出災情了 我們看到是馬祖的部分 因為強降雨 陸續傳出了停電 煙水 還有土石崩塌的狀況 其中秦碧村土石摊放最嚴重 大量黃泥土傾瀉而下 沖毀了不少的民宅 很多車子也是當場報銷 是歷年來最嚴重的災情 大片黃泥瀑布傾瀉而下 山壁彷彿造景噴水池 雨水伴隨大量泥沙 順著階梯一層一層往下沖刷 在街道上住宅前淹出一條大紅溝 馬祖遭遇歷年來最嚴重的災情 南北甘地區好幾處村落 都泡在水裡 停電煙水土石流載礦坪傳 其中秦碧村土石坍塌狀況 尤其嚴重 大量黃泥污水從山上往下沖刷 不少民宅車輛遭到破壞 多處路段也出現嚴重煙水 日雨量更打破馬祖氣象站歷史紀錄 來到了一百六十六點五毫米 放言望去家門口哪裡還有街道的影子 原本的馬路都已經被淹成水路 停放路邊的機車無疑幸免 輪胎全都浸泡在水中 於是又急又快 連江縣趕緊宣布停班停課 南竿巷也同樣災情慘重 退開家門映入眼簾的是 一條條團級的溪流 就算在路旁堆起沙包 拿起掃把奴隸掃水也沒用 掃出去了還是會再嚴謹來 消防車緊急到場支援抽水 連江縣警察局也貼出貼文 提醒民眾多數地區有土石坍塌情形 將臨時封閉道路 記者綜合報導